东方枢纽正在热火朝天的建设当中 而周边的这个规划呢 最近也发布出来 所以我们能够看到东方枢纽 不知一个火车站的问题 它其实将会带动整个周边的一个发展 而这个土东机场这一带呢 画了一个很大的区域 几乎等同于临港 临港新城的那个区域大小 所以这么大的区域除了有机场 那火车站这样的大型公共设施之外 将来还会规划什么东西呢 这也是大家关注的 毕竟在这个上海领海的地方 真正上海的地方 有这么一个规划 将来发展围绕着进行的话 是能够再造一个上海 能够把这个地方的地区GDP做上去 而这个GDP应该能够顶得上 半个临港芯片区了 所以对浦东这一片热土的未来来讲 公众普遍抱以热气的期望 但是从目前来讲 这一片区域离上海市区 确实是过于遥远了一点 跑一趟浦东机场 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但是随着东方枢纽的迅速的建成 整个区域的发展 必然将史上一额快车道